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稳居前十位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的一盘升七段的关键棋 这盘棋它是和最近同样成绩非常出色唐忠哲七段的一盘对局 唐忠哲的黑棋 实际上白石这个挂我们之前节目也讲过 如果两个小木对着的话总是一般先挂的有利 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围棋理论 而现在这样的布局棋下了很多 由于有了阿发狗以后 白石基本上挂 黑石尖顶 像这样一个变化 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中也有了一个介绍 但由于黑石这个子先是黑石的子 所以黑石更能接受 直接拆一个也有 白石大概贴 所以黑石在挂脚或者挂这边都有 在这里由于前几次节目我们建议有了介绍 这里就不再展开 实际上白石先挂 非常有意思的一手 他就是先 他要抢得先机 黑石走这个的话 白石再挂 就形成一种散打式的布局 但实际上我就比较难以理解 因为这两名棋手的棋都特别有个性 不管是唐忠哲也好 还有苏广越也好 尤其苏广越 他其实非常非常有个性 像我说很难猜到他下一步棋想干什么 实际上他是这个高挂 他的棋应该说是比较厚实的那种 然后有时会发一些怪力 他的棋的发力点特别的奇怪 黑石高挂照理说这样的局面 白石肯定是想一间家 因为我这里我先比你多下一步棋 我要发挥这里的子力优势来跟你战斗 但实际上苏广越又不对了 他现在又是脱先 又占了这个心位 这样我们就对于做一个首歌分析的话 黑石对于这样的时候白石走这个心位很正常 黑石高挂可能也不能算坏齐吧 那白石在这个低挂 一般来说高挂以后的脱先 就黑石再走到一个比低挂后再走一步要好 高挂一般所以说走高挂的话脱先的比较少 除非我也去高挂他一个 而他选择低挂 作为黑棋来讲 连走两个应该没有什么 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接下来一手又是很奇怪 白石走了这个 所以苏广越短短几手起了 确实都是令人猜不到的招法 但他们这次黄河杯状态非常的好 最后是以十二胜一负的娇人成绩吧 夺得了冠军 而唐忠哲是第二名 所以这盘棋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冠亚军决战的对局谱 白石走这个 那其实应该是有点不伦不类的感觉 但肯定他有他的思想 按照一般来说不想给黑棋留拆二 白石走这个的话 其实黑棋还是可以脱先 那白棋走这个 如果下车这样的话 黑棋这个拆的位置依然很舒服 那白棋为什么不走这个呢 走这个黑棋如果脱先 白棋搬了一壶 黑棋就没有拆 走成这样的话 那就差很多 他估计是担心黑棋要跟他战斗了 走成这样 所以苏广云的棋应该 他很能战斗 但他的棋一般是下后了在战斗 他追求是一种后始 他走这个 希望黑棋能走这样 然后白棋再飞压 这样的一个结构 他认为白棋是可以满意的 当然我认为白棋也可以考虑先飞压 然后再拆这个 这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一个图 所以啊 这其实也难讲好坏 其实就是一个棋风的问题 所以白棋实在拆这个时候 黑棋一飞 所以在摆这盘 给大家讲这盘棋之前 我之前都咨询过 那个唐仲船和苏广运两名棋手 让他们对本局的布局进行一个评价 说实话 我确实对他们这个布局啊 有点看不懂 就是思维的跳跃性很强 而且充满着个性 充满着个人的一个色彩 实际上白棋在拆二 这个拆二我觉得倒还是可以理解 白棋走这个 首先黑棋子弟很舒服 黑棋猜成这样很舒服 白棋要补齐 白棋让往这一走也和 这一单有一定的思想性 实际上白棋顶 黑棋顶了一虎 所以按照我的一个对棋的理解 我觉得这一手拆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很小心 我几乎就是想都不想就会往这拆 可苏广运又不要 他又一挂 这是典型的一个完全散打式布局 就把全局打得特别散 而黑棋实际上走这个 唐仲船走这个 我也觉得有一定的奇怪性 我觉得黑棋还是应该走这个 缩小白棋的一个活动空间 白棋肯定是往这一逼 黑棋就算再走这个 这个子的位置明显比这要好 这里 你走这个又不好意思 将来白棋还是拖一个 还是有味道 但跳的话 将来白棋随时可以活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黑棋实际上布局的时候 这个夹稍微远了一点 可能是加在这好一点 当然黑棋不能往这走 黑棋走的话 白棋估计就直接拆个二 黑棋我要加的话 白棋反加 估计就这个白棋的构思啊 就跟你形成乱战 黑棋上加这个 白棋走这个 白棋不可能往这走 往这走黑棋再走过来 那这两手交换 黑棋便宜大了 白棋反加 所以黑棋再一飞 这其实我觉得 以我对他们两位棋手的了解 这应该他们两个 已经下到谁都看不懂的一个状态 就完全是在打最全了 就是反正 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大家把局面打乱了下 倒也是精彩 实际上我们刚才讲这个缺险 白棋就直接动出来 而刚才如果这样动的话 无疑这里白棋动起来 苍白了很多 这样动的话 黑棋只需要跟着下 这白棋骑行特别难受 这被拐一下 这几乎骑行已经是崩溃状 如果跳的话 黑棋就长 白走黑棋加 几乎白棋什么都没走着 所以就是我刚才一再强调 这个三间加 这个可能性 可能稍微有点问题 白棋这差一动出 如果再给黑棋这跳一个 白棋补的话 黑棋这么再吃一个的话 这个吃的有点太大 动出是必然的 走 随后白棋又往这一跳 这真的是中国第一井骑 所以经常就说 这骑某某人的骑非常紧 我觉得这只白棋骑下得非常的紧 紧有的是一个中性词吧 有的时候是说是过分 但有的时候说是紧凑 黑石上一跳 关键就看你这骑行不行了 黑石上这一跳以后 白棋肯定要闻到这想办法 这不能死 这如果再被黑棋什么加一刀 这死了的话 那这骑就已经没法看了 但如果直接拖 黑石搬 白棋走 黑棋打 这个图 白棋太过危险 打吃 踢 或者甚至说是不行 把它粘 黑棋就爬 这活了以后 白棋基本上就死了 而像这种蛙 看上去像妙手 但是黑棋又冷冷的一顶 这个白棋做活起来也挺困难的 所以白棋真的要活的话 可能只能靠这种顶来做活 那黑棋就算糊也好 就算黑棋在这往这横顶也好 白棋难免逃脱不了苦战的嫌疑 实际上白棋想要把它依然拖 但它有它的计算 但我依然不是太认可这个下风 我觉得白棋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 这个打的话你也可以脱过 这首跳 它可能是觉得价值不大 黑棋这里厚 白棋往这里走 对这里的价值 对黑棋的攻击性不足 而走在这里是宽的地方 有价值 也有可能小苏对自己力量 也比较有信心 把他拖 拖完以后 这一次是一个常用的下法 这也是值得大家记忆的一个常用手段吧 首先我们要排除黑棋走这个 走这个白棋长 沾 白棋在冲断 这个是黑棋危险图 黑棋如果长 白棋打 沾 白棋顶 黑棋走这个 白棋长 这黑棋有一定的危险性 当然黑棋有点一个之类的 也有角一角的可能性 当然反正这棋 白棋如果走这个 甚至白棋可以先加一下之类的 先看硬手 或者甚至考虑可以先断在这里 这可能是唐中哲所不太愿意的 黑棋顾去打 白棋走这个 这会形成一个特别乱的乱战 白棋在打吃 再走这个 因为针子还有力 但实际上 其实未必有关键 这一手棋能不能成立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黑棋长 白棋打吃 黑棋走 白棋走成这样的话 如果这活棋的话 黑棋打出来 这白棋外面有点碎 白棋如果顶的话 黑棋拐了两下 这应该说是黑棋的权力 所以黑棋这种点特别严厉 这样的话 白棋有点危险 所以断这个 有些无理 白棋应该断这招才是正招 但黑棋打吃出来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乱的乱战局面 可能唐中哲实战觉得这棋已经是不错了 实际选择单展 感觉这里还是有些失机 如果这里加一下发力的话 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这和唐中哲风格不一样 如果在五年前十年前的唐中哲 肯定是会沾上 它其实非常的刚猛 计算力也非常的强 而现在的唐中哲 已经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 它的棋完全是下后了再下 变得特别谨慎 应该说 骑峰应该 在我看唐中哲是所有业余汽车里面 骑峰变化最大的一个 以前是特别的暴躁 骑峰是他们叫它爆裂天王 现在的骑径是特别的稳健 可以加过 实际上这样感觉 白棋又缓和了过来 一开始我是觉得白棋这个下发 多多少少有些过分 但下成这样的话 白棋感觉又缓和了过来 我觉得黑棋比较有问题的是一个三间夹 还有一个就是沾这个 我觉得沾这个黑棋完全可占 实际上下成这样的话 可能唐中哲对这个局面判断 依然是白棋不错 而黑棋不错 这里我把你破坏了 其你的白棋这三个子长在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 而黑棋首先头在前面 这个这里的形状也是相当扎实 黑棋飞的姿态也很好 而白棋厚的只是对着我坚实的地方 将来盖我一下子后拐两下 我外面也很厚 可能就是唐中哲的一个判断 但实际上后面 苏管约尔在这一串 后面一串应该说展示了自己的一个 不同形状的维棋才能吧 靠这个 然后唐中哲在局后评价 就说了四个字 阿尔法苏 就是觉得这一句是完全受到阿尔法果的一个影响的一个招法吧 应该说是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感觉就很厉害的样子 靠这个 其实苏管约尔我觉得应该说 提到这的话 我们也可以对他简单的一个介绍 也可以让大家了解一下 他现在主要的一个训练方式 应该说他有他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苏管约尔的 他现在平时经常借助电脑来训练 就是人机训练 因为他是最早采用那些电脑软件的 就比如说现在有那个 像工程师 把李拉 到了职业水平 职业水准 苏管约跟他说 他家里他首先他配了一台配置相当好的电脑 花了不少钱配了相当好的电脑 随后经常采用李拉来给他复盘 他不是跟李拉下 他觉得跟对于软件下意思不大 因为那些招法可能跟人类的下法还是区别挺大 尤其没有到完善成熟的时候下的意思不大 而他采用了让他复盘的方式 每步这对手打分 然后看看他有没有参考作用 这好像其实对苏管约的一个棋风的形成 就变得特别有思想性 我特别观察苏管约一下 我觉得他的棋现在 思想性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强 他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均力招反 当然他本来的一个棋风 他最早我觉得小时候的时候 他成绩其实也就相当不错 一直跟王称啊白宝啊 包括一些以后面成为职业棋手的一些 到场的优秀冲断少年水平一直差不多 他的力量非常大 就喜欢胡杀 就一顿乱杀 而且对木术的感觉稍微差一点 但随后随着上大学 随着一个文化的积累 或者说对棋的认识不一样以后 他的棋越来越全面 现在到后半盘官子啊 包括一个对木术感觉 都是水平提高了非常非常多 然后近一两年 他都是用了一个电脑软件的一种训练方式 然后这其实我觉得未来必然会是这样 不管是职业棋手也好 业业棋手也好 人工智能 甚至电脑软件 围棋软件 一定会给训练带来很大的一个影响 现在不止书馆 因为我们现在包括我们一些 轻衣围棋道场的一些小孩 经常也是跟电脑对异 然后有老师 或者是有电脑直接给他复盘 然后有这些推荐的好的下法 可能对小朋友来说有些难度 他一些电脑推荐下法 他不能理解 但像苏广液这样的棋手 这样水平的棋手来讲 他理解能力又强 又是成年人 所以对这些一些下法 都很容易吸取电脑的一些养分 所以他现在这个招法越来越不均匀形状 所以今年的比赛成绩 应该说还相当的不错 他的一些招法我们从一会儿这盘其中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想法 一般来说都不会往那想 都有些匪夷所思的感觉 就像我们刚才布局 确实不知道再下点什么 我们双方 我估计唐忠哲和苏广液两个人 其实这两个都很有个性 都是属于一种力量性的棋手 都不知道对手想干什么 但都下得很过瘾 而这里这盘现在后面接下来这一个战斗 也充分体现了这个 两个人就在打最拳 好 我们继续来看看他们最拳是怎么打的 靠这个 首先黑石如果搬的话 我估计白石会是靠这个 走这个 白石一虎 这就等于黑石靠完以后 白石搬 原来黑石肯定是走这个 现在搬这个的话 白石一断 这个战斗白石肯定不怕 因为白石可以先在这搬一下 随后这走了以后 还可以继续站 穿向也之类的 如果退的话 白石就算再这么走 白石靠到一下肯定也便宜了 退这个白石就往回贴 他是希望通过这里腾挪 对这里隐隐约约展开攻势 实际上唐忠哲肯定是最强的下方 搬这个 如果白石继续施展这个手段 那这两手交换反而是亏了 因为你随时靠 黑石都是走这个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下的 白石反半 白石先没有反半 先拖一下 也不反 直接一断 这我估计 唐忠哲当时已经完全不知道 黑石想干什么 黑石首先我觉得 第一杆如果打吃一瞻 我觉得也许是一个不错的招法 现在真子其实是黑石 黑石有利 白石就是要 就算黑石简单打吃一瞻 白石要处理也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估计白石是会走这个 加了再走 再拐住 他作为黑石来说 没有怕的道理 打吃这个 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 苏管鱼的棋就是有点 但他能在见招拆招的过程中 显示自己的功力 所以我觉得这棋 其实黑石最冷静的 还是应该打吃了 自己冷静沾上 白石要处理这块棋 还是相当的困难 实际上黑石下的 唐忠哲的反击意识非常强 他直接把这个字给抠了 就意思是 我把你这吃了 看这是谁断谁 但这一袋 苏管鱼就下得非常好了 这白石打吃 走 再冷冷一尝 就把这个字给看清了 气了 这样的黑石突然发现 问题来了 黑石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块石有不活的危险 他这个吃 跟白石这个长交换 应该说是非常的痛苦 白石走在外面 黑石只增加两目起 而白石这个字 其实有一手起的价值 因为本身外面还挺薄的 这两个交换 黑石很无奈 而白石这两个字 一联络以后 这一袋 基本上白石构思 应该说已经是成功了 黑石打吃 白石这部退又是很舒服 自己眼心也出来了 这都是构思的一个作用吧 白石实战这里 打吃 走 提 白石再打吃 这个结黑气肯定打不动 这被提过去不像样子了 粘上 再一壶 很舒服 很舒服 骑性也出来了 黑石提 白石再跑一下 黑石沾 这一台从结果来看 白石是大为成功 一举奠定了局面的优势 我认为黑石关键是 这部反击还是太过分了 还是应该打了一战 看白石怎么下 这个你去实际上 黑石贪图吃一个子 让白石在外面取得了一个联络以后 黑石走了两手 价值效率都特别低的起 而被白石尝了这个和这个 这两手棋都是有价值 况且这里的形状也特别完美 这时下到这样的时候 应该说 我觉得白石已经稍稍占据上风了 因为黑石的木数全去点得出来 这两块石木 这五六七八九十 这点到这棋也就石木 再加这一点 这一点专门都借用 黑石这一单也就二十木棋 上面我们手数都不看一样 都是两手棋 白石这四 这两块加一块石木 这里也有潜力 而且关键这黑石三个子 必然将成为白石的一个 攻击的对象 而且这区该白石下 那应该说 下到局面下到这的时候 我觉得白石在右下的 左下的这一个战斗 明显取得了一个 非常辉煌的战果吧 应该说取得了优势 至少这个构思啊 不管说具体 到底怎么样 肯定还是有很多复杂变化 但这个想法 有的时候出其不意 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吧 实战白石 先把这里便宜点 这两下是白石因为厚了以后 这非常舒服的两个先手便宜 加上白石蹲了一挡 如果黑石被封锁 蹲了一挡也是先手 尤其如果挡先手 这应该说是非常快心的事情 这白石震 应该说是下的行云流水吧 下到这个时候 当然我觉得白石也可以考虑 从这攻过来也可以 实际上白石这个震还是 非常有想法 当然有些躁劲 我觉得白石从这走出来 也是完全正式 先把自己下下后 黑石跑 白石一小飞 确实白石都走在了阳面 都走在外面 而黑棋就走完这两个以后 白石这里多多少少也有些隐患 这是白石稍微有些不满意的地方 白石跳 苏广源因为棋特别重视走在外面 他觉得这几手棋都是有价值 黑石小肩 联络 唐虫着的棋确实 大家也可以看出非常非常沉稳 其实我觉得这个黑石走这也可以 实际上走这个 我问他 他说这里实战不是被白石发了一个经典手筋吗 然后唐中正觉得他去接还可以 因为他通过白石这两个也把头震到了外面 他说下到这个时候 黑石冲出的时候 其实形势应该说是有所缓和 应该说他认为是有所缓和 确实如此 实际上白石接下两手棋 应该是苏广月就是比较后悔两手棋吧 因为我在跟他们准备这盘棋的时候问一下 他们一开始觉得这里的情况怎么样 然后他们一致觉得白石有趣 白这部靠 唐中正就是阿尔法苏 而苏广月觉得这里构色 结果不知道这个靠怎么样不知道 但结果来说肯定应该是白石便宜了一点 但被黑石冲出去 两个人一直认为白石的方向有点腻 白石的方向本来走在这里走了太多的子 而被黑石出头以后 让黑石走在价值比较大的地方 实际上苏广月应该在这里是有一个构思 他先把这里先挤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起没有必要挤 白石比如说像这里打的推出去 就是比较可以的 就比如说这样 就比如说这样 打的推出去 我觉得是非常给力的一个下方 黑石如果走 白石就再压 这随时被白石 黑石如果要跑的话 白石就打了一跳 这全部白石把这个头又呼回去 那应该是白石还可以 如果黑石再长 白石也不用着急 先扳一下也可以 再把这个走 黑石就算拐 白石再把这个头呼 这有个再把这个头 只要这个头能针过来的话 这白石就容易全具局面优势 实际上苏广月说他这两手棋有些缓 实际上走然这个 再一扳 这个扳又其实还手 他还觉得应该在这里再先行棋 但他没有明确说这起白石该下呢 我这是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打的推 我觉得这样白石能保持局面的一个主动性 实际上白石扳想法是好的 想先看你走哪 他如果你敢扳的话 我肯定会打了一场然后要瞄着断你 要吃你了 如果你走这个头 那这两下可以明显便宜了 但实际上唐聪哲吓得很凶 就把这个冷静的自补 反而黑棋 白棋显得尴尬了 白棋如果往这走棋的话 黑棋就连一连 这白棋反而自己要忙着做活 这一进一出差太多了 而如果从这里出头黑棋就再跟着搬 那这两手棋交换明显是黑棋得风了 所以在这一代你该定型的地方没有定型 白棋想搬想保留的时候 却没有注意到黑棋粘的一个好手 这瞬间这棋就瞬间 这是本来说应该是白棋顺风满翻的 起下这样的时候又成为一盘难解的对局 实际上后面一手又是看不懂的一手 这等于其中言外之意就是白棋已经认亏了 本身白棋走这黑棋也肯定沾上 等于白棋飞了再走这个 那本来这个白棋肯定不是属于好棋的范畴 从感觉上讲就是不怎么样 他实际上想走这 我估计是想纠缠这一块 黑棋如果跳的话他肯定冲断 想纠缠 如果跳这个的话 有可能就顺着步调 白棋走出来 应该说有他的一个思想性 如果往这走起的话白棋就贴住 这要死了 但实际上黑棋就简单的再搬出来 这白棋确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得意的地 白棋实际上在小间回来 黑棋实际上先掉了一个 先掉一个 要要搬这个AB两点建核 实际上白棋走这个 被黑棋一搬 这应该说是黑棋得风 这一代得风非常的明显 为什么这么说呢 白棋本身的话 刚才我们那个头已经完全扭过去了 而且形状也要好很多 而现在非但头没扭过去 而且这个黑棋的形状要好 太多了 搬上一搬 一搬 黑棋先退了一个 退一个是好棋 就黑棋如果现在不注意的话 往这走 其实被白棋一吃 这个先走 眼位目数都差很多 黑棋实际上长 白棋这部飞补也是很积极的一手 大家注意 这次千万不要不动脑筋往这一长 这样就被黑棋明显先受便宜了 白棋可以高效率的补 黑棋现在暂时也不怕 黑棋走这个 白棋走这个 这白棋应该是有计算 走这个 贴一个的时候白棋不会粘 白棋肯定会贴住 这三个字我就不要了 随后AB两点必得起 所以分不断 像这里它就已经全部看清了 就打吃的话 这种肯定是再也走不着了 但全局来说 黑棋虎到这个的话 应该说黑棋形势大为好转 应该是这么说吧 因为黑棋把头已经震到了阳面 白棋所有的子 黑棋这个头 这块棋就不再是估计 而是一个强棋 黑棋在这一带 也有小尖的一个先手 应该说即使被白棋攻击的 那个收获 白棋攻击的收获 也不是特别的大 白棋估计也只能往这个 将来也只能自补一个 那么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大致判断一下形势 白棋比较引以为好的地方 是这里将来有先手 基本上这两下可以看成白棋的 黑棋六母 七八九 十十一 十一十九 二十二一二 三二四二五 二十二八二九 三十 三十再加这一块 白棋呢 白棋这点的话 十木 十五 这里再加一个新味 十五木 十五木棋 强一点 再加这里 几木棋 反正这棋下到这个时候 尽管是该白棋下 但应该说白棋不差了 白棋走了一个 这样的话 应该说是一盘非常难解的棋 黑棋这里应该说挽回了很多 白棋一小飞 然后我觉得下一首黑棋 多多少少是一部 比较明显的一部问题 我认为黑棋这时局面 还是应该先逼住 扩张上边 甚至你少一点 少猜一路都可以 一定要是扩张上边 它实在太想当然了 它实在是走这个 让白棋跟着你印 就比如说白棋跟着你印两下 我把这个口子封住 再走这个 这是可能是唐冲哲的一个理想图 而且以唐冲哲最近呢 对池的一个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尖冲了一跳 像阿法狗的招法 他特别喜欢像阿法狗的招法 但这部尖冲 尽管也有阿法之风 但实际上这部却是 类似于败招的一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实在白棋下的很巧妙 先靠一下 黑棋搬 随后白棋冷冷一拖先 拆了 这个拆了的价值 应该说是一个超级大厂 不但把黑棋这个 黑棋的整个模样啊 攻势都烟效云散 而且本身这个拆了的价值 都应该在20摩以上 走完这个以后 白棋又重新掌握了局面主动权 关键黑棋还是特别的痛苦 黑棋下手不知道走哪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这虎视白棋权力 黑棋说打结 打不过的话 一旦这结打不过 白棋随时一唬就回家了 而且从棋地上来分析 白棋这块棋应该说是强 这里还没走 这块棋应该说是强棋 强的不能再强的棋 这都是后市 你再贴着我后市走棋 本身就是小了 而让白棋往宽广的地方走棋 那从这里一进一出 无论成方向还目数来讲 这里黑棋两手棋 明显吃亏了 实际上黑棋在走这个 然后白棋这一看局面 他步一步绕开始打结 这一虎 黑棋这个真的是越来越头疼 就对于自己挖了一个套 自己往里面钻 这一下子 这骑就能于黑棋骑虎南下了 白棋一虎 没办法 只能开始打结 黑棋退 然后黑棋先打吃上去 白棋就千万别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的话就半途而废了 走这个 白棋只让黑棋一断 这白棋没有任何意思 就完全走了一圈 没有价值的地方 把让黑棋把脚地全拿了 实际上打结才是最狠的 打结 踢 然后这一下都是白棋 特别特别舒服的结材 把这里这段搜刮当结材打的话 那真的没有比这更愉快的事情 黑棋打 踢结 黑棋的结特别的不好找 这里一带找结的话都容易损 如果搬这个为了打赢结搬这个的话 这损是太大 而且作为白棋来讲 这个结类似于无忧结 你打输了 你就能再补一个 你想开点的话 就能于白棋脱先 黑棋再补人一手而已 是白来的 而黑棋打输的话 整个这里已经是支离破碎了 而黑棋如果损的话 白棋随时会转身 所以真的是黑棋自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这两个手 关键这两个手 一个方向问题 所以我们给我们骑游演一个启示 有的时候我们下棋的时候 觉得没什么 这其实都挺正常的 但下完以后就非常非常难下 自己把自己逼上绝路 这是经常有的事情 所以在出手以前 我们一定要压成一个习惯 判断一下全具价值最大地方在哪里 而且后保的关系又是怎么样 这两点想好以后 在先确定行骑的方向 再确定行骑的手段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顺序 如果大家下棋的时候经常能往 这方面多想一想 我想对大家齐力的一个提升 肯定是很有帮助的 不要想到哪下哪 这样肯定是对胜率 肯定是会有严重的一个影响 实际上黑棋这棋节非常难找 这个白棋走黑棋往哪找节呢 实际上只能先打吃 这也是愉快的节 但找完一枚以后 下面一枚节就难找了 这时黑棋还 白棋也不太敢扩大节征 扩大节征黑棋一旦打 白棋打输了 毕竟多花了一手棋上去 而且如果被黑棋先手一提 白棋只能做活 这里的后保完全变化太大了 白棋没有必要 HT 白棋挡又是非常非常愉快的节彩 这时唐忠哲终于忍无可忍了 就往这挤 要求做活先先便宜一下 白棋走这个 我觉得这个时候黑棋 黑棋唬了一下 黑这个不应该断 这应该就应该保留着 这保留着这棋 就应该直接做活 把这个当做节彩来打 这肯定是节 因为白棋也不敢扩大节征 扩大节征的话 这里的黑棋本身就很多枚节残 实际上断有点随手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断实际上有点随手 然后再活 这明显是亏了一枚节残 他可能没有想到 这个节有这么 会跟他撑到这么后面 黑实际上小飞又是好气 小飞是局部的好气 白棋第一我们敢说 他也不敢随意的扩大节征 扩大节征的话 加拿大被黑棋这一长 这整块白棋 节不一定打得过 所以这一代双方都是 要绞尽脑汁的一个下方 但我同时也认为 这是黑棋一断的话 白棋也不敢消节 白棋如果走黑棋提 这接下来白棋节去哪找呢 只能找这两种损节 这个损得太厉害 关键黑棋也有旧级的节 黑棋就往这冲一个 都是节彩 所以我觉得这个白白浪费了一枚节 白棋也不可能往回沾 往回沾黑棋走一个 那白棋这找节 不是亏了一手棋吗 所以尽管这一代是一些细节 但往往会影响胜负 黑棋这里多浪费了一枚节 以后再飞 白棋压住 一直认为这个节 总是黑棋打赢的 白棋只是想赚起点便宜 以后在外面连走两手 因为白棋是白来的 但实际上并没有他想的那么乐观 白棋现在开始跟他好好打劫了 搬这个 再提 黑石爬 实际上非常纠结 唐中哲在这里又浪费了一枚节菜 如果走这个的话 他担心白棋是吃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 并且有一定道理的 但刚才这个段我觉得是没有道理 白白浪费为节菜 这样的话形成这样 他可能觉得这亏了 黑石就把这个顶死的话 他觉得亏了 但实际上这肯定也要比实战强 就此原因 他肯定一直是唐中哲和黑棋 一直认为这个节总是他打赢的 他不愿意亏 走这个 这白棋胡补也是必然的一手 否则被黑石一尝以后 整块白棋非常危险 胡补作乎 当时应该唐中觉得形成还不错 这先手飞两下特别舒服 而且通过打结把这个白棋给断了 应该说还收获明显 但他没有想到后面这个节越打越严重 这一个节已经不好找了 这个已经威胁不了白棋 只能从其他地方开始找结 虽然他先提这个铺也不是节材 铺的话白棋肯定会打上去 你这里要花两手吃白棋的话太小了 他先提 提节 所以白棋再扳 这几下尽管都有说 每手机都亏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亩 但只要打赢结的话 那收获太大 实际上这时他发现那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这退浪 这一退浪 这棋白棋就继续坠机 这就是已经很困难了 我觉得黑棋这棋是不是考虑就顶硬打了 这个节 上黑棋提 白棋提 都是非常愉快的节材 打吃 白棋提节 他发现这节已经绝对不好找了 这首先他不好意思找这个 这个因为亏的太多了 这厚薄跟木树亏的太多 而且白棋还可以悠悠然的继续打 你这下打不打 这下打呢 真的是损得连家都不认识 所以 刑期至此 这个黑棋竟是骑虎难下 但我觉得 现在其实这样的局面 该找怎么解 还是应该找 我觉得这种棋还是 该怎么下 还是怎么下 实际上不找结 往这一拖 被白棋这个提 这黑棋直接就 这个局部应该用 崩溃来形容 我觉得唐忠哲对这个 结真的获胜的 觉得他肯定是觉得 这结肯定能黑棋打赢 就是少让白棋便宜一点 所以这里先随手断了一下 他怕白棋回头 这里又是 这里又怕白棋回头 其实从这个断 白棋根本没有回头可能性 这明显是不恶硕 而这部也显得过于 谨小甚微了 这时白棋已经是 不愿意放过黑棋 不太可能会来吃你 这两个子 所以还是对这个 结真的一个判断 过于乐观 或者对结财的一个判断 出现了一个失误 实际上黑棋走这两手 被白棋这个角 这根本不能称之为比例 其实黑棋走这两手价值 我觉得跟这个X2的价值 就当初黑棋有模样的时候 白棋X2的价值 输大输小难以判断 但这里白棋 简直是发了一笔横踩 我们可以再看几步 白棋先搬一下 现在苏广越想得很清楚 这我走两个 白棋多拆了 拆到这 实际上很清楚 这里的边上这点木树 就这里也是漏风的 人家尖也是先手 这点木树是价值小的地方 就我交换两个 尽管加上班旗 我也没什么好损失的 但我多两个子 对这里的战斗 万一走这个战斗 我肯定是有利的 思路很清楚 随后走完这两手以后 开始发力 独穷避线 开始追究黑棋的骑行 这一尖出以后 大家可以发现 黑棋整块 这三块 其实都没有活进 这其实就是 已经是到了 非常非常 黑棋非常困难的境地了 唐中哲依然慢慢下 他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就冷静贴出 将来这里还得补齐 他先硬贴这个 白棋走这个 这其实已经是非常困难 罗兰我下午 肯定是走这个 他可能觉得 这被冲出来 这棋也没法看 可能是有所担心 我还觉得这棋 黑棋再不拼 已经是不对了 白石飞 其实唐中哲这次比赛的 之前状态也挺好 这时对局的时候 尽管苏广越是 九战全胜 唐中哲是八胜一负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那个唐中哲输的一负 是因为有一天 睡过了 弃拳了 这是非常少见的一件事 但确实是那天 唐中哲好像说 闹钟没开 还是怎么样 其实唐中哲也是全胜 应该说还是 应该旗鼓相当的一盘棋 但这盘棋唐中哲 还显得过于 尤其这个节征 这个失误太大了 白棋一顶 黑棋经发现特别困难 走这个 白棋在顺势一冲出 黑只能硬挡 然后白棋 非常笑哈哈的 把这一块全部割下 这个收获还是太明显了 就走了半天 就对于什么都没走着 就黑棋把这个走了 让白棋拆了一个这个 然后随后一条边跟带脚送给了黑棋 这个战斗应该说 黑棋失血非常的严重 现在其形势词呢 黑棋全局唯一可以拼命的地方 那只有一个了 打入 这应该说是一个 唐中哲应该说是 寄希望于这个 B7公寓一役的一个战斗吧 白棋如果这个断 那肯定这个是不行的 这我们首先要排除掉 即使这个吃掉 我觉得也不便宜 况且还吃不干净 黑棋就算打吃这个 稍微有点过分 就走这个 白棋如果吃这个 那我就搬一搬 其实几乎就没有吃到什么木树 就吃一个子 而且关键用这个外面 就伤得一塌糊涂了 实际上 大家可以想一想 每个人的思路可能不一样 有的人其实我觉得 第一杆肯定是走这个 这样的话 其实也是有收获 黑棋就把这个给吃了 就把实地给撅了 这其实确实也有收获 黑棋 当然我们其实一直说 这棋 白棋优势很大 优势很大 其实如果真正点点木的话 如果白棋这样损控的话 这棋没准就被人家赶上了 因为现在大家拼搏能力都很强 现在白棋 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木树 123456 16 17 18 29 33 35 这块35亩左右 这块5亩40 白棋点的出的 如果不算上面40 黑的56 789 11 15 25 30 34 35 337 木树只是黑棋稍微差点 但如果被你这样撅的话 黑棋木树马上就上来了 而白棋这里 其实这个 对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解读 白棋优势 为什么说白棋明显优势呢 就对于黑棋这一块棋 要比白棋这些子要多为15亩以上才能赢 这个难度是很难完成的 但如果你下的过于消极什么 就马上一气 这个一会就输出去了 所以棋现在棋一定要是要求大家计算非常强 而如果尖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变化 黑棋之前记得 我记得有一盘棋就是这么下的 靠 或者黑棋甚至走这个 就可以动俗的 就走这个 这个白棋也有一定的风险性 白棋如果这一旦一旦拿不住黑棋 什么被黑棋一断进行杀气的话 这白棋很有可能就马上被逆转了 那这棋怎么办呢 苏管月实战给出了 我觉得苏管月这个下方非常值得推荐 拆一 先瞒你一下 黑棋粘吧 这棋只能粘 否则虎都要被偿 虎这个被人家偿着一下 虎这个被偿着一下 黑棋粘 随后白棋一靠 黑棋扳 白棋一拖 一个我们小时候被浪九子的时候 就被老师告诉了一个超级大俗手 黑棋当然这个吃 局部看着买 但随后白棋一挡 白棋走得非常实惠 让你拔朵花 这个拔朵花是你的权利 我就连一连 假设像这样的话 那无疑黑棋这块棋 要比白棋这两块多为十五木 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白棋倒有可能木树比黑棋还多 所以这一代下得非常出色 一加一走 就轻松地躲过了黑棋的一致重拳 这样的话 确实就优势 电能优势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围棋的一个招法 不是死的 我们小时候被认为 被老师教成这个超级大俗手的一个下法 当然现在 在十盘棋里面 九盘是不能这么下 可在这盘棋的一个特殊的形状里面 比如说黑棋这里特别厚 而这时又是要比拼木树为重要的时候 这成为了一个解困的最好的一个方法 这也可以看出苏广越状态 这确实不错 有的时候 其实我不会往这方面想 因为在脑海里 这个图就直接被pass掉了 但在这个时候 苏广越能想到这个 也反映了一个状态 确实非常好 能想到一些匪夷所思的好棋 或者一般比较少见的好棋 这也是状态好的一个表现 黑棋这个扳 这肯定全盘最大的地方了 白棋现在小心一点 这一块棋 这块棋是黑棋 应该说是最后的一个希望吧 所以苏广越下的非常老烈 先扳一下 确保你这个尖是后手 黑棋为了攻杀他 只能走 白棋在一跳 下的很悠闲 黑棋走这个 点 白棋 所以黑棋这部小尖是 很阴险的一手棋 白棋如果没注意的话 黑棋有这个打 这样的话 有可能就要成为 白棋好局痛尸的一盘棋 这局部形成一个打结 这个打结是白来的 而且下面 如果一旦被黑棋截打赢的话 甚至黑棋站在这的话 白棋下面就已经是死了 但苏广越状态这么好 这里肯定是不会出错的 走这个 现在局部这块 其实白棋是不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黑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如果走其他的 比如说病一个 那白棋走这个就死了 但黑棋可以先收 再靠 再一病 甚至不走 不走是活的 不走白棋一虎是活的 再一挤或者一病 这局部只有一个眼 应该说这个眼 为了一个准确半段 是黑棋一个半眼 实际上黑棋一小尖 白棋一挤 白棋的意思很清楚 我这保证一个半眼 这保证半个眼 你拿我怎么办 而如果比拼木树的话 黑棋木树压力依然非常大 因为毕竟我们刚才讲的 这里的失血 实在是过于过于严重 这一代失血以后 这棋黑棋要逆转的话 只有靠收到明显的东西 当然唐冲哲也绝非 毕竟也是七十万先生 而且也夺得过 商旅杯的冠军 从商旅杯升的期段 他又开始亮招了 点 利用白棋的一个 形状的一个缺陷发力 当然白棋这部档 是基于计算 如果走这儿的 给黑棋这儿走两下 那还是出路挺大的 所以其实白棋 从那个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白棋把这个跑一跑 或者甚至搬了一虎 都是可以考虑的 这两个子还好 主要白棋已经是求稳了 黑棋点 白棋算得很清楚 挡 计算一直是苏广越的 拿手好气 黑棋搬 断打 黑棋提 切记白棋不要冲动啊 这如果一打的话 这个 这盘棋就开始热闹了 黑棋这白棋就不一定能赢了 如果打持这个 退 千万不要随手 黑棋冲 然后这苏广越又展示了他的计算 黑棋先冲 先冲好 不让白棋退浪 白棋走这黑棋再搬 踢 白棋一样不要打 打的话仍然要出问题 黑棋再冲 这初看白棋好像有点困难 但实际上 一切尽在 应该说尽在苏广越掌握之中吧 他其实要忍的话 这个也能忍 这其实白棋收获 黑棋收获也并不是特别大 但他肯定觉得实战更好 他实际还要继续长 黑棋走这个 白棋再吃回 黑棋搬 局部应该说 白棋是 黑棋是有收获 但从全局的角度讲 黑棋也就整整长了 大概七八木棋而已 而白棋也是把这个 自己的形状都下好 同时这里也增长了一点 木树和眼味 至少他把棋盘给缩小了 应该说这里下的还是很清楚 下到这个为止 我估计唐重哲 已经是内心已经有一定的绝望 因为棋盘眼见着是越来越小 能拼命的地方已经非常小了 他把这 想办法这围一点 把这一吃 这一提 把这一搬 黑棋这个不能被吃 吃太大了 木树 把这在一小间 就一个一个走 这只跳 把这再走 这其实尽管黑棋差距 已经缩小了不少 但这个 应该说天木 绝对是 没有任何可能了 这说得好 应该说是一盘盘面细棋 白走这个的时候 黑棋 先威胁一下白棋 先威胁 但实际上这个 没什么特别大的作用 黑棋就走 白就全部跟着硬 黑想想也没办法 只能补回去 白棋下得很轻 先打吃 这盘棋的关子 应该说 相对来说 是比较简单的 白棋要把自己 下下厚 然后不出大的问题 黑棋这个 天木的差距 还是非常难以追赶的 实际上唐中哲 这个关子 说得不错 打吃了 走这个 这应该是 对白棋最后的 一个考验 但这个考验 对于状态 这么粗色的 苏管院来说 那简直太简单了 白棋不要走这个 走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黑棋会走哪 对 黑棋会有这个尖 这倒有可能要逆转了 这个捷 虽然说没有看捷彩 但实际上 对于黑棋来说 是端然没有任何必要的 对于白棋来说 没有任何必要 白棋走这个 黑棋尖 收的应该 黑棋的关子 应该收的 已经是足够好了 但无奈 这里一带 还是失血太严重 白棋是把这个 之前粘过一下 白棋先粘 白棋把这个粘 黑棋其实这手棋 也是找台阶 是这样的 这时候黑棋先拼一个 然后白棋粘 不知道是唐初舍没注意 还是对这个局面 其实也就找一个台阶 黑棋走了这个 然后白棋把这个打死了 那这个黑棋也就 投资了就输了 黑棋其实如果走这个的话 应该是黑棋盘面 两三目的棋 应该是 追是肯定追不上了 大致这样的话 应该结束盘面 两三目 失利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应该说 中关整盘棋吧 这盘棋苏广远 应该将他的一个特点 擅长中盘战斗 构思灵活 而且出招诡异的一个 特点发挥了淋漓尽致 他凭借这盘棋的胜利 最终夺下了 今年的黄河杯的冠军 也成为黄河杯 新生的期段之一 也达到了一个 中国业业骑手的 一个最高荣誉吧 应该说黄河杯 进行了31年以来 其实对中国围棋的 一个推动和普及的贡献 是非常重要的 黄河杯的 不仅是历史最悠久的比赛 而且到目前为止 也是参赛人数 最多的一个比赛 黄河杯 正在对着中国围棋的 一个推广和普及 发挥着他这些年 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我们在恭喜 那个苏广月的同时 也同时应该向 黄河杯的主办方 黄河老人 武决天先生之计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 就到这里为止 欢迎下次再见